哈囉大家好 我是嘉誠 來自台灣高雄 我 謝謝 我過去呢是一名職業軍人 那退伍之後呢 跟太太一起創業 可是我剛創業的時候 疫情就來了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 因為疫情來的 就沒有客戶 沒有客戶的話就沒有錢 所以我們也去銀行 帶了很多的款項 來去撐過這疫情的 三年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就在思考 疫情 如果又再來一次要怎麼辦 那在去年 五月的時候我的貴人 就告訴了我Tree這個機會 那我們二話不說 就加入因為我們很想要轉型 可是剛開始呢 我們因為其實不曉得 怎麼去經營也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我們沒有做過這個行業 所以當這個行業開始的時候 我們招募了很多的夥伴 可是也因為不曉得怎麼去做 所以也流失了很多的夥伴 那我們就去問我們的領導 那我們到底該怎麼做呢 我們領導就說那要進入系統 所以我們從在香港大會 香港年會還有亞洲巡迴 還有美國的年會 我們各個大大小小的會議 我們都投入去參加 那其實真正打動我的 是在亞洲巡迴的時候 因為你會發現到所有的領導人 他們都非常的用心的在做每一個項目 跟每一個活動 那我們是可以很近距離的跟在他們身邊 去做學習 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有錢人財富自由的人 他們的思維 他們為什麼會財富自由 是因為他們的思維跟我們的想法 真的不一樣 那可以透過如此近距離的學習 其實是可以深深的被他們給影響跟感染 那他們已經財富自由了 可是他們卻願意更謙卑的去協助你 去規劃很多的行程 甚至去幫你提行禮 幫你照顧你的三餐 這一些種種的 其實是讓我們非常感動的 所以從那一刻其實我把我的心打開了 那再來到了美國的年會的時候 我們的Visage推出 那因為Visage其實它是一個超越醫美等級的一個產品 它可以不需要動刀 不需要侵入性的治療 它就可以有醫美的效果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美業來說 我們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商機 所以當我們回到台灣了之後 OK 這個美國年會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PowerPack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PowerPack全部都買滿買齊 然後一直到回到台灣之後 跟所有的夥伴去做分享 我們也是透過一個禮拜就上了四星總裁 對 謝謝 那這是一個小小的成績 這個四星總裁其實也只是一個開始 我覺得最主要我在Visage我的一個夢想是 我想要就是每個月可以有兩萬塊美金的收入 在台灣這樣 然後也可以買到一棟屬於自己喜歡的房子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